浏览国际大事 百秒天下为您树立一组国际焦点新闻 韩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4号通报 截至当天零点 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比前一天减少了10.7万例 是2月22号以来的最低值 同时 防疫部门预测 现有新冠肺炎重症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将从本周或下周起逐步减少 韩国政府表示 从4月4号起实施新版防疫措施 近日 厄瓜多尔南部阿苏爱省昆卡市的一所监狱发生暴乱 造成至少12名在押犯人死亡 另有10人受伤 初步调查显示 这次监狱暴乱是由监狱内不同帮派成员 争夺控制权发生泄斗引发的 目前 警察和武装部队已经进入监狱维持秩序 当地时间3号 阿富汗临时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即日起 阿富汗全国严格禁止种植因素 禁止制造 使用和贩运各类毒品 围者将受到司法机关的起诉和严厉处罚 一直以来 英素种植是阿富汗重要产业之一 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数据 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国 其鸦片产量占世界供应量的80%以上 这次鸦片产品皆将在生意 пиш过